现在已经来到了当兵的第四周 我现在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第四周 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喉咙快炸开来了 这周是过青日当天回营 那我们回营的时候要检查一些你带的行李 看你有没有带微镜瓶之类的 那这一周有抽烟的 哇我没有抽烟 但是有抽烟的那个打火机的部分都被收走了 之前是没有收的 但是有人在厕所偷抽烟 所以这一周打火机全部都被收走了 那十月多了天气慢慢变凉爽了 就是当兵还蛮开心的 就是凉爽的天气在出草 这样就不会满头大汗 那这一天刚好我们在练习那个单兵战的部分 就是有那个各种关卡 然后你要在地板匍匐前进啊 然后有什么榴弹爆破啊 然后你要全部握到啊 然后就是在地板一直当狗爬 然后枪就是挂在脖子上 就真的很像狗 然后挂着牌子 然后在地上爬 那成功岭是一个心训中心 就是在教大家如何快速进入状况的概念啦 那有人教的还不错 那有人教的还蛮烂的 就是像是这一天晚上有在教 就是战术啊什么 战术谁要在前面 然后谁要呼谁 谁要叫谁干什么 然后指挥之类的 在纸上谈编就看着那个很烂的讲义 然后上面在念那个台词 根本搞不懂 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就还蛮费的啦 就 就是纸上谈编 那这一天我们稍微早一点起床 大概5点50分起床 因为我们要 最后一次的打靶训练 就是175公尺 就是测验的时候 就是175公尺的最后训练 那我们刚好是排到第一波 就是早上就要去打靶 所以就是早一点吃早餐 早一点集合 然后早一点走去拔场 我们在新训中心成功岭里面吃的食物 就是品质 真的是忽高忽低 而且落差还蛮大的 有时候吃起来还可以 就是没什么大问题 你每一道菜都可以把它吃完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超级难吃 难吃到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像是有冷的面 它不是常温的哦 就是意大利面 它是冰冷的意大利面 这是什么鬼东西 而且通常都没什么大 没什么味道 或者是就是超级无敌 没有不会超级无敌 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这样 然后还有像是 该热的食物都不热 像是烧麦 也是冰冷的 这是什么鬼东西 鸡肉 猪肉 它不会有给你什么 牛肉之类的 我不知道 可能会有一些 骨鸡之类的 就有人可能不吃牛啊 猪鸡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吃 但是这些主食都是冷的 有的时候是热的 但是常常是冷的 不是常温的而已 是冷的 真的是很瞎 然后一些该冷的食物 就是冷的食物 冷的可以吃的食物 都变热的 像是有冷的 然后热的蛋 热的鸡蛋 热的炒蛋 然后有热的菜 然后热的汤 其他的主食那些 全部都冷的 这是什么鬼东西 就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是超级无敌难吃 重点是他们还说 心训中心的食物 已经算好吃了 等你下不对 会更难吃 你会怀念心训中心的食物 不知道这个到底是 真的还假的 反正吃完这个 超级难吃的早餐之后 我们就慢慢走去 拔场 打18发 就是三个蛋夹 六发三个蛋夹 那终于这个是我们第一天练习刺枪术 我也觉得很厉害 就是已经三个多礼拜 完全没有碰刺枪术 到第四个礼拜 这一周才碰刺枪术 这也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这个执行官 就是教我们大家刺枪的这一个人 还蛮棒的 他就是很有耐心 跟大家说好每一个步骤 那你如果做的 做错了 或是做不好 他会用玩笑来化解你的错误 他不会破口大骂 指正理这样子 他会用一个微碗 就是大家开玩笑的方式来教大家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值得学习 那这个执行官 我真的还蛮喜欢他的做事风格 我会把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像是他说话就是非常直接 完全不隐瞒 就是有话直说 所以他也会常常说出一些张话 那没关系 但是他有话直说 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 因为其他执行官 或者是其他的班长 他可能就是会跟你隐瞒一些东西 但这个执行官很好 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而且他自己胖胖的 他自己也很懒 所以他也不太超人 就是你超大家 你自己也在超自己 所以他懒懒的 所以他就是在阴凉处 然后超人的时候 就是也不用全副武装 就是穿个短袖运动服 就去练四枪 但是他能给的福利 就一定会给好给满 真的是超棒 就是其他前几礼拜的执行 都没有办到 就是你真的做得很好 他真的会给你福利 前几个执行官 就是你可能做得好 但他就一直 忌惮你挑骨头还是怎样 就是一直给你单 就是给你删减你的休息时间 那这个执行官就真的说话 算话 你真的做得好 他就给你休息时间 20分钟 真的是超级超级棒 说话算话真的还蛮重要的 然后他说 他今年是第五年吧 就是接新训训练的 所以他其实还蛮知道 大概的规则是什么 然后他有动他自己的头脑 就是他有稍微 就知道他哪些地方该碰 哪些地方不该碰 像是他带部队的时候 行军的时候 会给他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会跟大家开心聊天 因为其他执行可能 就是真的超级严格 在那里走路 然后还在那里抱 就是那个是什么 精神打数啦 整路都在精神打数 真的是超级超级累 然后一直对脚步 真的是很无聊 那这个执行不会 因为他自己很烂 然后他也知道 大概的规则是什么 他可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就是能轻松 他就是尽量让大家轻松啦 不要 大家都很严格在那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 还蛮轻松愉快的一个执行官 我们在军中 大家学到最厉害的 就是伪造文书 这个伪造文书呢 就是很狭怕 他就是给你一个表格 可能是领用枪支的表格 那他叫你填 签名领用表格 但是你签的不是你自己的名字 你是前面人的名字 然后他可能就发给前面几个人 就说 你把前面十个人签完 然后传给后面 再把下面十个人签完 就是一直伪造文书 就是根本不是他本人签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伪造文书 做一些根本很瞎巴的事情 那一天就是最后的欢乐执行 就是执行班长 执行官都还蛮好的 最后一天 然后我们 那个执行班长就也 对我们非常非常好 他就是一直跟我们 在讲一些地狱笑话 就是会下地狱的笑话 就是我们一直讲那个唐唐 就那个唐市政的唐 唐唐 然后我们就一直讲一些地狱笑话 他叫做超嗨的 就是疯狂地狱 一直地狱到 超过十八成地狱的那种超嗨 然后整路讲 然后我们也很轻松 因为我们是二班 二班是器材班 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执行班长 带我们过去 所以我们整路都很嗨 轻松愉快 然后就是度过这一天 然后我们刚好原本是要练习 单战 单战就是一般都去 整个去练习战术啊 然后去实际操作那些战术 然后我们刚好拍在最后一班 因为我们是器材班 然后我们的执行班长就说 诶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就逃过一劫 轻轻松松 完全没有实际操作 就是开心又回去我们的厅上 然后中午的时候去剪了头发 那他剪了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让我头发又 脚胶欸 就是我头发又脚胶 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他就是只撸旁边 然后这样一直往上撸 就是旁边跟后面 他上面不剃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上面给你留场 你看我已经有一个小小刘海 但是旁边这个脚胶 真的是更好笑 那中午的时候也换了执行 那这个执行就比较严格 比较认真吗 就严格认真 所以他就是这一次是第一次 就是来营中第一次检查 我们的内部 就是一个一个检查 我们的内部 真的是还蛮酷的 就是稍微有形状就可以啦 他也没有要求非常严格 但是就是大家全部都站在床前面 开始检查你们的内部 晚上的时候就是营长的离营宣导 然后他又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离营宣导 然后又开始业配说 哦军中好棒 大家赞 大家工作不顺 可以进来军中 大家开开心心 什么又怎么样 然后无忧无虑的退休 之类的 他就这样子 噼里啪啦讲了 一个小时 就真的 营长真的是超级会讲 那这一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有人真的是超级无敌草 就是在那里已经开始折棉被 明明就是六天起床 他们就要五点半就起床 然后在那里折棉被 然后炒到大家都醒来 那这一天的早餐也像狗食 又是一样 又是玉米 馒头 跟菜 这倒是什么鬼早餐 真是超级无敌难吃 而且玉米可能是昨天 剩下来的玉米罐的哦 就是跟昨天晚上 吃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好他给你早餐来吃 真的是很瞎吧 这一天比较累的就是我们在大太阳下面 就是在大广场上面 练习次刀 真的是还蛮累的 就是一直晒太阳 然后一直跑来跑去 因为是大广场 然后要练习进场跟退场 就一直跑来跑去 那这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鼻子一直溜鼻碎 然后喉咙 感觉像是扁条线发炎的感觉 但是喉咙就还蛮痛 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这样子 其实前几天就已经有点怪怪了 喉咙就怪怪了 但是 我觉得就还没好 没什么样子 所以就继续继续 就吃个维他命C这样子 然后就继续下去 但是到这一天 真的是大爆炸 或者鼻子一直狂喷水 然后喉咙真的是痛到爆炸 然后就有点像过敏 因为空气不好就会过敏 那过敏 眼睛也会超痒 不舒服 然后眼睛超红这样子 然后一直流鼻涕 然后心鼻涕 头也会超级晕 反正我就有去找班长 就是直行班长 去跟他说 我鼻子快要爆炸了 然后他就说 有什么办法让你舒服一些 反正有什么解决方法 然后我就说 我需要新鲜空气 他就说 我觉得这里面的空气都还不错 最好是不错 我鼻子够过敏成这样的 他说他的空气还不错 反正我就是 就是他说 看起来不像是确诊 所以就继续继续续续练习吧 所以我又继续练 练到现在我变成这样子 然后都快砸开来了 鼻子也就是堵塞 一直流鼻涕 现在没有流鼻涕 但是鼻子是鼻塞 然后喉咙已经 讲话像是这样子了 终于是这一天下午 就是又在打扫 然后又在整理内物 打扫跟整理内物 真的是灰尘爆炸 你那个鼻子会 已经痒到 就是一直流鼻涕 然后一直 打喷嚏这样子 真的是 跟地狱一样 就是 身体累 然后 你的身体又 状况不太好 真的是 这个大GG 现在是星期日下午就要回音了 我现在还这样子 说话 吼咯快砸开来 鼻子也快砸开来 真的是 吼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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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去测验所有的 就是要认真来的 测验一些体能 我这样子的测体能 我肯定会爆炸 假日的时候要回报说 你起点在哪里 起点在哪里 然后我回报说 我喉咙快要炸开来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你如果要确诊 要回音里面在确诊 因为 回音里面确诊 旁边的人都可以放假 真的是 超好笑 但是目前塞 看起来是没有确诊 那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快塞季坏掉还是怎么样 或是我真的就没有确诊 反正就 希望早事康复啦 这个是 很累很累 这样说话超累的